父子反目,争执不断,一家人见拔奴章 母亲失望,儿子伤心,众人指责,谁是谁非 百姓调解,被驱逐的季母正在为您讲述 来自郑州市的求助人刘先生一见到百姓调解员就嚷嚷着让大嫂离开他们家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竟让刘先生有这种想法呢 刘先生说大哥大嫂是二婚,世纪年前大哥的前妻患有重病去世了,留下了一双儿女 几年之后竟然介绍大哥便和大嫂走到了一起 刘先生说从今天早上开始他们本家的人都聚集到大哥大嫂家 争执非常激烈,而且矛头都指向大嫂,无奈只得求助我们 那么刘先生的大嫂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竟然引起重怒了呢 随后我们跟随刘先生一同去他的大哥大嫂家 刚到家门口便听到了阵阵争执声 画面上的这名女子便是刘先生的大嫂叫小红 坐着的这位是刘先生的大哥叫刘卫健 而这位则是刘先生的侄子,也就是刘先生大哥的儿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话的这位是刘先生的唐嫂 旁边的这位则是刘先生的母亲 刘先生说,父亲去世的早,他和大哥轮流赡养母亲 大哥家有五层楼,可没想到大哥却把母亲安排在房顶上居住 说着刘先生便带着调解员去看母亲居住的地方 我们跟随刘先生一起爬到了屋顶 调解员看到,这是在房顶上搭建的一个简单的房子 不足十平方的房间内住着刘先生的母亲和侄子侄女 刘先生的大嫂小红说,她和丈夫盖房子的时候欠了很多外债 为了尽快还清这些债务,不得已才把婆婆和孩子安排在了顶楼 面对调解员的劝说,未经承认做得不错 然而一旁的小红却把调解员拉到楼道内,让调解员看看她和丈夫所居住的地方 小红说,她这么做真的只是为了还债,她认为对婆婆和孩子并不苛刻 小红告诉调解员,当初她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婆婆和孩子并没有反对 那么如今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上次我说,她说,干过人家呢,我说,这不是多少交个 她说,我有事,这外倆不是一筹 我一级,我说,你关键费,关键费,关键费 你这说呀,现在还有工作是吗? 大民事工 我是说的,你看她不让她一句 我是说,她是老人的,你是老人的 我是说,你不让她一句 我就说这前,外妈不愿意了 第二度,外娘俩在这儿吵开了 就这样,一家人大动干戈 争执之后,未见的儿子把本家的人都叫了过来 前来叫我一开门,这不是我一家都来 他这件事,人为了,别人说是我的家 我说,我要是平良心,我要是叫我一家长官说这话了 我说,我不是我一样生的 叫人家人要秀,很雷巴巴的,要秀,这啥 说不够另外老师,真是这个,不想个人 这笑看见脑,不知道什么地方都起来 然后问问,问问他究竟是咋回事呢 他说,我们都去年车了,老师 那是年车是时候的情况下 那具体呢,还让别人说话都会不中心 言语不合,一家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这让未见的家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说话的这位是未见的叔叔,这让调解员很是不解 难道因为大家吵了几句,便要把小红赶出去吗 而围观群众又为何欢呼喝彩呢 这期间是否另有引擎呢 玩点油,玩戏女儿,玩点笑,都大时来饭 都大时来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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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做大了 那个人做大了 那个人是 是啊 是啊 我们面对 那个人来个主板 那个人来个人做饭 对 有饭 派遣 将咱们吃饭 咱们做了 我们的饭都没 嗯 早上整个咪 猪猪 他也是做饭 什么 前有着最大的 我过来连麦的车里 一花钱都没有给我 这都啥时候排斥啊 一直都来 通吃到备都没了 那那个小麻 你没有气过意见吗 真气不敢的 我说我饭 就说这一会吗 我问大家 我问我 我按个脖子的胃 就连胃光 未见的儿子 名叫康盛 康盛说 在四五年前 继母来到这个家之后 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他们兄妹俩 不闻不问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小红说 她真心对待丈夫的一双儿女 可是双方说法不一 而听见小红这么说 小红的婆婆指责起小红 这不是孔教会的婆婆 我跟牛 孔教 就活小大的 不清醒了那两个屋 这个牛 它多大 那屋 你说在孔教里面 那都不着急 你说在孔教里面 五年五六年了门我都不进 票都不进去 我能啥不断 我都觉得那样会大陆 大西小 我也大陆大一小 而且所以 小红的婆婆说 小红作为继母 从来不懂得关爱孩子 自己实在是看不过去 这才从中制止小红的行为 婆媳两人争执不下 而卫健则站在一旁 默不作声 任凭婆媳两人一直在争执 调解员赶紧把婆媳两人劝开 那么卫健的母亲 所说的一切真的属实吗 我是毛干八卦 对啊 你脸的酿也没对过 那小牛之前 就像那号说那样 那号会去说 你吗 你死到爹了 没有去说 对啊 我还脸像牛也不关 那两个到底 干的啥事啊 卫健承认母亲所说属实 提起儿子儿媳的所作所为 在一旁 卫健的母亲 气愤不已 走上前 打了儿子 调解员赶紧上前制止 并且有话 要对卫健夫妻俩说 人家的孩子都会收起 你碰就张了 三家的孩子是比流张大了 我高兴到给你一顿包饭 我不高兴让你饿三天 那想你再迎接了吗 人家过去呢 捞一句话吗 你永远给一个摇反的娘 不愿意给一个做官的大吗 你真的想让那儿女 可以从那家里捏出去啊 不能为了你押了 你让自己捞娘受死 不能让你一爽 你根本是找不着 一条亲热的地方 你这个女人也不简单 我已经说 一天当时都说 我不管 我不问 我不好管现实 你好管啥 想想不想想 你看看呢 即使当年了寂寞 就把她的孩子 当成我自己亲生 最后老婆有点虎端 面对调解员的劝说 未见夫妻俩都默不作声 此时刘先生有话要说 未见的母亲说 未见夫妻俩不仅在生活上对孩子不管不问 竟然耽误了孩子的学业 孙子小小年纪便已经辍学在家 提起孙子所遭受的委屈 未见的母亲越说越伤心 那么事实真的如他所说的这样吗 小红说 儿子康盛并不算是一个很上进的学生 早早辍学在家 也是康盛贪玩的结果 听见季母这么说 康盛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看到康盛情绪如此的激动 调解员赶紧把母子两人都欠开 但是你在上学期间 有理由把饭咖让同学们你耍出来 然后把这个钱乖玩弄过来 有还有没有吗 你跟我说有的 没有 如果有钱的话 我要从饭咖 我大家人家耍出来 我家不直接就杀完 我转上手就完 我直接就花了 都得了 如果是那两个 使他的火车都不说实话 还是赵伦真说了也不说实话 那么你这个家的问题 不能解决 富资不想个富资 更看不上你这个喜目了 我找你谁来错 就谁来错 现在人还来得及 你问我要是不想要他上 你问问他 学校药里会来 我带着他用魔学药里 你问问他 我要不想要他上 我魔学药里会上 小红说 得知康盛辍学之后 他曾经三番五次 带着康盛找到学校 听见小红这么说 调解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你说哈 在你这个上学期间这一段 你有个逆犯的心理 上汪 小红给你格杆再好 付出了再多 就因为这 可能生气 来说不给你钱 然后慢慢慢慢的 冒净掉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全是因为不给你重返他 你不上学了吗 不是因为这 调解员的一番分析 康盛承认事实并非如此 但也和继母不给钱有关系 不是因为他不给钱 我不去上 对 老家家家和学习资料都不夹了 家出于都不处于 老丢人的 全班都自己不去 你想你别说 看他 丢人不丢人 康盛说 在学校期间 老师经常组织学生 去买一些课外复习资料 可是父母不给他钱 一次 两次 次数多了 他觉得丢人 便不愿意再去学校了 买学习资料 不是说夏文杰说什么样了 每次都不给你买 而是给你买掉以后 你不认真买血 他觉得是欠证啊 再加上你给小红 说你 你不停 你慢慢慢慢会并追 然后试验唱了 这个血感你不上 知道吧 也不像你刚才说什么那样的 也不像他刚才说什么那样 知道吧 你现在已经都到到这个地步了 你说你的理 他说他的理 叫人别中央更有理 然而面对调解员的再次劝说 康盛并没有停止对父母的指责 那他都这样说 放一满不这我 他拿紧要老远 那拿谁说呢 那么在接下来的调解当中 又将爆出什么内幕呢 母亲 妻子 儿子 争执不断 对啊 就是他 我不要 就要了 矛盾重重 究竟孰是孰非 这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 什么 众人指责 他究竟做了什么 那他是挠肉 他是跟哪儿酸 他是什么 我说 以后都是 弄掉的都不再狗了 我跟你说嘛 一般劝说之后 他们该何去何从 百姓小姐 被驱逐的季母 正在为您讲述 你买不这儿我 他俩进行老远 你跟我说 为啥这样说呀 你对我说的 我怎么说的 我开始什么 提起父亲说的这些话 康盛伤心不已 而魏健却坚决不承认 面对父亲 康盛忍不住哭了起来 康盛说 由于父母的种种行为 本家人看不过去 就在昨天 经本家长辈协调 今后家中经济 由他来掌管 可没想到 昨天父亲给他 列了欠账清单 有五万块钱 是父亲已经还过的 可是父亲 还是把那五万块钱 列了出来 康盛认为 是父亲 想要骗他的钱 康盛说 这件事情是在刚才对账的时候 才发现的 康盛歇斯底里的指责 其父亲 发泄着心中的怨恨 那么卫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卫健说 他所列的债务清单 是总数 并非要让康盛 把这五万块钱再拿出来 而对于父亲给出的解释 康盛并不认同 康盛说 父母口口声声说 家中经济交给他来掌管 可是没想到 父母给他的只有债务 卫健的唐嫂告诉调解员 除去收房租的钱 卫健有正式工作 每个月平均2500块钱 手中没钱 那是不可能的 康盛说 自从两年前房子盖好之后 父母每天都吆喝着还账 可是家中的债务却不见少 反而越还越多 这昨天算的账 这二十四万两千九 二十四万两千九 二十四万没钱 等于二十三万多 从二楼往上盖了四层楼 这四层楼能花多少钱 要给你 你要九种算多少 大概 你不要扛 大概要就是花了十七八万 十七八万 按照小红所说 盖房子欠债十七八万 而给儿子算账 却算出欠债二十三万多 事实的确如康盛所说 这账越还越多了 为了证明车 确实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卫健拿出了行车证 给调解员看 行车证上确实是刘卫健的名字 这两年 这个房子挣了钱 等于说你买了个车 还不到 冬天冷 那有户径 有多少户径不能买 不能打呀 你是不是想买个车 完这两年就天了呀 你是不是专门让人家 抓你的花板来 你跟我说说 你说你都没文化 我没心眼 我也没想那么多 这两年就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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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卫健夫妻俩的所作所为 大家都觉得很气愤 而一旁的康盛 再次气不成声 啥给他叫说的 啥给他叫说的 他叫说 立了婚啥都不玩的 但是呢 你老了他吃费呀 你给我说他立婚呢 为啥还讲他给他 他就一问他 就俩人家就结了 吵开了 我就干嘛 就说有了 那离开了 他给这 在这两年了 你俩可再生气 你立婚了吗 没有 那你为啥 就叫善的妈干 啥意思呀 你真正的母亲 想干啥 对对 你今天的心里话 到底是咋香啊 我也没啥目的 想让家过好 我这啥目的也没有 你想想 你这个家能过好吗 想想过不好 因为啥呀 家人说 他是我那老的 我是他的孩 我现在过这地步 会不会发出来惹 正在此时 未见的女儿放学回来了 调解员决定 和未见的女儿聊一聊 你好不好玩 不哼吗 咋个不好玩 你跟我说的 不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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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不哼 想起来不哼 想 提起进母小红 未见的女儿 气不成声 附近邻居告诉我们 未见女儿的衣服 都是捡来的 找衣服还是爱抹肥 每个朋友 女儿好情 不是咋样的咳嗽 那现在不是咳嗽 我一说 我这我和他 大家生活 必须啊 听见未见的女儿 要这么说 此时周围的群众 看不下去了 两个太多 弄二十 弄二十 两个百通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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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这么多年 小红的行为 的确有些过分了 大家纷纷指责起小红 那么 在接下来的调解当中 大家能原谅小红吗 坚决表态 又能否取得原谅 不想回来 扎不住 最终他们能否恢复平静的生活 一个等一方 对你用下方 掌门难了 防复去舍不 百姓调解 被驱逐的静谋 正在为您讲述 动力超群 驾控超凡 空间超大 维柴英质汽车 来自维柴集团 国际维柴 品质英质 维柴英质汽车 What if I gave you what you wanted What if I lost my swag What if we had no style That's not fun What if we didn't drop any heat You gave you nothing to collect What if I was on defense No offense Boring What if we kept the basics We kept the basics Same all same What if we all stopped being creative You really want that 我们常在想 怎么帮你 帮你 用灵感 保险情感 帮你 用爱 温暖生活 让房子不只是房子 而是一个家 让人生不只是路途 而是难忘的旅途 我们是博士 你的美好 我们来帮你 博士 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结婚纪念了 一致没坏上 我去了长江医院 都坏上了 欠罚了 嘴瘦了 我宰破家 以为见了 没法宰了 我先去长江医院 到长江 团运快 震州长江 不孕不遇医院 6012 6012 润心糖牌 风阳寇服液 浓缩黄旗 构旗子 白竹 人参 当归精华成分 缓解体力疲劳 适宜易疲劳者 润心糖牌 润心阿胶浆口服液 增强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祝您充满活力 结婚经验了 一致没坏上 我去了长江医院 都坏上了 天滑了 嘴瘦了 我宰破家 以为见了 没法宰了 我先去长江医院 到长江团运快 震州长江 不孕不遇医院 6012 6012 地浪 专卫机器设计 冬天衣服那么厚 洗完还是担心泡沫残留 还得再瓢一遍 轻松瓢镜残留 真的不可能吗 有避浪就能 镜瓢全面升级 全新壁浪积极起一页 快喜模式下 综艺赛后也能轻松洁净 深入瓢镜 无残留 洁净看得见 清爽 摸得到 综艺赛后 静无忧 不可能 有避浪就能 不想要羽毛贴在头发上 平登场 Retrize 飘柔 让发根欣赏不黏 发尾柔顺到底 看 你来试试 Retrize 飘柔 让自己活得尽量轻松 但是肌肤不可以放松 偶泪大红瓶 一抹都见死了 砰砰砰 弹起来 看 紧紧的 细纹也大了 无心经历 更好的经典有机奶 来自原产地 3.6克天然乳蛋白 更多营养 更好喝 原产地有机 经典新升级 无良春光灿烂 相对人间 相对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良春 隐秘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牢记主说 打好四张台 建设经济强省 打造三个高地 实践三大提升 学胜全面小康 让声援更加出台 河南广电全媒体 将推出大型报道 河南再触发 敬请关注 面对儿子儿媳的道歉 老人失声痛哭 周围群众赶紧安慰老人 大家将近半个多小时的劝说 老人的情绪才渐渐平稳了下来 轻轻地抽气着 小朋友 你说多了 孩子的衣服是 吃个咖啡 那个人就过去了 这是按牛的衣服给的孩子 这么几两 牛腾就几两 奶奶说 牛勤酿的孩子 就是这样过的 你还有一个摇饭的看度 可怜 还会给他一碗饭吃了 何况是 你是他寂寞呢 就像这孩子一样 我从来没吃过早点 我那妈妈给天哪 不给 我那都咋吃早点 奶奶给我 我吃 奶奶不给我 我也不吃 是我觉得牛太可怜了 牛太可怜了 用麻的孩子像块包 没麻的孩子像人操 让这两个孩子 真的像人操了吗 调解员的一番话 在场的人都流下了泪水 随后调解员决定 劝权未尽 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过福安 其实官司们都没有冲 也没有狠 我只想能做了个事 太勤 太过了 明白吧 现在该还来得及 好不好 卫健承认自己 做得有些过分 那么康盛 能原谅父亲和继母吗 因为 就算 文化不高 在一个没有推荐 可能性格上 比较软弱一些 作为小红来说 可能是说 刚开始 死相的死情 可能有点重呢 让光维自己想 不替他人想 但是他 直到错了 可能奶奶也回到那了 啥人不过 偷边地 康盛 康盛并不愿意原谅父母 此时 卫健的叔叔 开口说话了 我说不用商量 坚决 不要 那你港子给他门死了 门死就要门死 那这孙子 才结婚 不嫌我 就是三万五万 十万八万 他三一 找二五 跟他办 那这孙子说要爹 叫爹回来了 他就要住 不想回来 他不住 看到大家如此反对小红 调解员想要听听卫健女儿的想法 你还想要他不行了 卖人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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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要了 我俩让哥哥说 你给我说吧 那哥说了 不让他给他 你说 叫他给他不叫 不让他 听得出来 卫健的女儿有些犹豫 或许在他的心中 十分渴望有一个妈妈 此时小红表明态度 让调解员的再次劝说 小红的表态 大家依旧不肯原谅小红和卫健 我不相信他俩任何人 你咱被谁要十年怕精神吗 孩子 对 你怕他 我怕他给你一条生命 是他给你的生命 不错 对吧 那么救人的父亲做了再不对 你也得了原谅 我真的两口 天天给家 都不过牛给那吃饭呢 干家挑战 坐那吃呢 你都不过牛给那吃饭呢 这个人 我两个人家的说 你全跟那妈一样 能到全丢了 我都不肯吃饭 你都不肯 看到大家依旧不肯原谅小红 一旁的卫健跪下向大家保证 一个自己好 对牛小红 家门拿来 放入你手中 家门自己关注 家门 你都行动吗 你不愿意 我都说一个 我会对牛好 对老人好 如果我不好 我自己 自己时间都走了 或许是卫健和小红的这一举动 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卫健的母亲 以及本家人 愿意给卫健和小红一个机会 那么 康盛能原谅父母吗 在调解员将近半个多小时的劝说之下 最终康盛同意再给季母一个机会 第一 小心自己的痛不量 尊重自己的丈夫 爱护自己的两个一爽二女 这是第一 第二 太整大天由这个号来关 换掌 换多少掌 能够下楼 如果你手里有欠的 绑他一个绑他一个 不绑他一个 就不靠着放肚子 让他把掌饭 照顾这个鬼女 从现在开始让他指导有母爱 能做道 对于调解员的建议 小红表态一定能够做到 调解员为双方写下协议 双方签下了协议 你不管要啥我都给你买 在我手里有钱 用不着 以后不过家 你再去我给你钱 最起码有个钱吧 此时 康盛也走到季母面前 向季母说出了心里话 一个拥抱将母子两人之间的矛盾化解 再次我们希望小红能够说到做到 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 也希望未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能够做好母亲妻子儿女之间的桥梁 不要让矛盾再次上演